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古语 一大早到现在书法家们都在写古语这两个字 可能是想借此传播书法跟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吧 但是我发现90%以上的书法家们把这个古字给写错了 在书法里啊 古跟这个古是两个字 前者呢是两山中间的低洼地 比方说峡谷啊山谷啊等等 后者呢为古类作物的一个总称 古语的意思是气温升高 雨量增多 然后对古类的作物呢生长有利 有语生白骨之说 所以雨生白骨的古语应该写成古语 好了我是韩江 感谢您的点赞跟关注 我们下期见